1976年1月8日,人民最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,率先得到了消息的同志们都陷入了悲痛之中。 然而,光是悲痛也不行,我党还要及时给周总理准备好身后事。 当一应事宜都在会上讨论完毕,决定由邓公给周总理制追悼辞之后,邓公却突然在悼辞上加了一条。 那么加上的这句道词究竟是什么呢?为何毛主席在看到后,第一时间就写下了同一二字?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,极方便浏览网期内容,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。 人民最敬爱的总理离开了。 其实周总理1976年刻然尝试并不算突兀,因为在很早之前,他身边的人就已经很担心他的身体了。 周总理是那种典型的闲不住的性格,平日里哪怕有一点时间,他都要去为人民做些实事的。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在抗美援朝期间,结束了白天劳碌的工作之后,他还会在傍晚跑到后院里给志愿军战士们炒炒面,而这还只是周总理忙碌的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 可以说,自1921年建党以来,周总理就向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经历。 这种情况在1967年后达到了顶点,彼时国内高层的相关工作几乎全部都压在了周总理的身上。 为了能够让国家有条不紊的运转,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,周总理总是日以继夜地工作。 有时候一干就是30多个小时,中间不眠不休,宛如一个铁人一般。 可是周总理毕竟只是个血肉之躯,所以在不久后他的身躯就日渐消瘦,连带着身体上也患上了各种各样的小毛病。 一开始他还瞒得住,后来终于还是被他身边的人得知了。 为了能让总理从忙碌的生活中解放出来,工作人员们甚至集体签字,写了一份请求书,贴在周总理的办公桌前。 总理,我们请求你能够改变生活习惯,工作方式,好好休息,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。 为了能让这份报告更加切实化,周总理的夫人邓尹超甚至还特意在上面加了几点,分别是嘱托周恩来同志降低夜间工作时间,合理安排自己的休息,以及学会放下不太重要的工作,给自己的身体一个喘息的机会。 大家的心意是好的,周总理看了之后也是温和一笑,但是他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是不能阻止的,所以他最后认真地写下,诚恳接受,要看时间的回复。 可是能够拿到周总理面前的工作,又有哪样是不太重要的呢? 而为了能够及时解决各项工作,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,周总理依旧长时间地投身于工作之中。 终于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了,周总理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,小毛病不断汇聚之后,最终大毛病出现了。 1972年5月,周总理被查出了膀胱癌,可即便这个时候他依旧在工作,即使是主席严厉禁止,周总理却依旧不愿放下自己的工作,为国家,为人民,尽最后一份光与热。 怀揣着这样的信念,周总理直到1975年都还在工作。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,他发表了政府工作报告,而这份报告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公开报告。 在这不久之后,周总理的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了他从事的工作了,频繁的昏睡让他只能在短暂的清醒中不断叹息。 1976年去世前夕,周总理早早地就立好了自己的遗嘱,上面只有三条,不要搞遗体送别会,不要开追悼会。 也不要保留骨灰。 常人的遗愿都是我要,而周总理的三个遗愿却都是不要,这不禁惹人动容。 在周总理去世过后,邓颖超含泪向国家表明周总理的遗愿过后,邓公第一个站出来表达了反对, 不行,我们不愿意,人民也是不会愿意的。 是的,为国家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周总理,又怎么能在离别之际不给人民一个告别的机会呢? 最终国家只同意了周总理的第三个冤枉,并最终将他的骨灰撒在了中国大地上, 让他永远与自己热爱的土地融为一体。 而追悼会的事宜也很快就安排完毕。 唯独在追悼词这方面,邓公提出了不同意见。 他加上了这么一句,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 一句话映射出的人生,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理解邓公的举动, 毕竟追悼词上对周总理一生的功绩都有了详细的阐述, 加上这么一句又有什么意义呢? 其实不然,这句话所体现的是周总理坚定的革命意志, 无私的革命精神,以及卓越的革命眼光。 从1917年在日本留学时期开始,周总理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, 随后他更是在旅欧期间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, 为革命的新活增添了一份新差。 在回国之后,他一度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, 深受蒋介石的看重, 但是周总理并没有就此投入蒋介石的怀抱, 反而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,坚定地站在了共产主义一方。 后来,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, 张国焘麾下部队人数超过了中央红军, 以至于其野心膨胀搞起了第二中央。 周总理清楚地知道,张国焘已经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, 所以他依旧坚定地与毛主席站在一起。 遵义会议时期,也是周总理率先站出来, 坚定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, 这才能够成功扳倒伯谷等人的错误决策。 后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, 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, 周总理明明可以鼓动杀掉蒋介石, 快速提升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。 可是他最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, 在党内提出了前往西安, 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想法, 并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。 从这种种事件中, 我们不难发现, 周总理的革命意志是非常坚决的, 他不在乎强大或者弱小, 而是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, 而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。 在毛主席带领我党从逆境中崛起的过程中, 周总理时刻都站在他的身侧。 我们再来看看无私的革命精神。 很多人都不知道, 如果论阶层, 那么周总理应该被分到了国民党的阵营里才对。 但是周总理并没有因为自己家庭的富足而满足, 他想要的是将更多人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救出来, 让整个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, 让所有国人都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也正因如此, 周总理始终秉持着一个理念, 下山不望山, 进城不望乡, 始终认为自己是站在人民中的。 他自己看作是服务人民的总服务员, 一心迁徙着人民的习与忧。 也正因为这样, 所以周总理不辞辛苦, 跑到了日本、法国等地留学, 驳为艰险, 跟着部队一起上山下乡。 也正因如此, 他才是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。 至于最后, 我们再来谈谈卓越的革命眼光。 什么样的政党能够救中国呢? 在民国末期, 那个军阀割据的时代, 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人, 许多人提到那个时期的政党, 可能只能想到国民党和共产党, 但真相是, 那个时期足足有几百个政党之多, 你怀揣着一颗救国之心很容易, 可是倘若你想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政党, 那可就很难了。 正因如此, 早期能够坚定地投身共产党阵营的那些同志, 大多都有着不畏惧牺牲, 愿意为革命新火之燃烧, 付出一切乃至于生命的觉悟, 因为信念不坚定, 他们也不会选择共产党。 除此之外, 这些人大多还对当时的革命形势, 以及整个国家的革命方向, 有着一个清晰的判断, 否则他们同样不会投身于共产党。 周总理就是这里边的典型代表, 他认为共产党是能够诚实的, 是能够改变人民的生活的, 所以他义无反顾。 那么如果这个党无法给人民带来更好的未来, 怎么办呢? 这个问题的确发生过, 而且就在两万五千里长征期间, 当时周总理与毛主席等人做出的决策是, 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共产党, 也正是那个决策, 让中国共产党摆脱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潜质。 同样的, 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在国民党一家独大的情况下, 从数百个政党中脱颖而出呢? 答案很简单, 因为周总理和毛主席同样都看到了掌握武装的重要性, 正是因为国党早早地掌控了军队, 所以才能够在后来与反动势力相抗衡。 也正是觉得邓公对周总理的评价是中肯的, 所以毛主席才会在追悼词上写下同一二字。 而等到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点, 周总理的追悼大会正是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中举行过后, 所有人都双眼通红, 眼中充满泪痕, 他们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悲痛的事实, 那个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真的离我们而去了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